民进党有什么好 就是吃案在家性骚扰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他三年多前被性骚扰 很多人要他忍耐 王丹居然也是一个性骚扰的惯犯 那这样的民进党 这样的王丹 来惯性的来性骚扰我们台湾的年轻男孩 难道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 难道这是民进党的DNA吗 各位乡亲 民进党到底有什么好 民进党就是吃案在家性骚扰 我们从这几天 民进党连环报出来的性骚扰案里面 我认为有两件 各位乡亲可以注意来关注 第一个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谢佩芬 也自曝说他三年多前被性骚扰 而且很多人要他忍耐 那这个谢佩芬也忍很久了 忍了三年了 民进党的DNA就是性骚扰加吃案 而且性骚扰人家叫你要忍耐 这居然是民进党的DNA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位高权重的民进党发言人 都可以忍耐三年多了 那民进党到底还有多少性骚扰案呢 是没有被爆出来的 当然大事目以待 可是从这一次的性骚扰案里面 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大家应该看 民运人士王丹居然也是一个性骚扰的冠犯 那这个性骚扰的冠犯到底是谁引狼入室呢 就是我们伟大的民进党 就是我们伟大台湾价值的民进党 引进民运人士 这一个性骚扰的冠犯 而且他把他的手 把他的魔掌 竟然生向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而且是一个老男人 去性骚扰台湾的年轻男子 你想这个让台湾人民情和于堪 更重要的是 陈水扁拿出自己的国务基要费 去资助王丹 资助这个民运人士 民进党的陈水扁 引狼日誓始作俑者 就是陈水扁 而且当时还拿了国务基要费 20万美金的各位乡亲 台湾很多人一辈子 可能赚不了20万美金 这个20万美金拿给王丹 而且中国时报还特别报道说 陈水扁资助王丹的这20万美金 折合660万台币是 远远的超过一般的行情 那这样的民进党 这样的民运人士 这样的王丹 来惯性的来性骚扰我们台湾的年轻男孩 我想这让台湾人民情何以堪 这让台湾的百姓情何以堪 王丹拿到了这20万国务基要费 每一分钱 剖开来都是台湾人民的血和泪 都是台湾人民的血和汉 结果这个民运人士 王丹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台湾 难道这是民进党的价值吗 难道这是民进党的DNA吗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的性骚扰案 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有什么好 就是吃案在家性骚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